乒乓 好大喔 我看 這電視太大了吧 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住30樓的窗口 超美的 好丟喔 美毛大家好我是小豬 好久不見了 今天 以這個形式來跟大家見面 很難得 你看 我素顏 我沒有畫美毛 皮膚蠟滑 因為我們來馬來西亞的時候 我全部行李都帶好了 我的化妝包沒有帶 超級誇張的 我竟然忘了最重要的化妝包 所以我想到了一個企劃 我打算呢 直接在馬來西亞當地 去找一些 我沒有看過牌子 然後來化妝 我來試試看說 盲選化妝品的下場會是如何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一次會有機會來到馬來西亞呢 其實是因為寶可夢的卡牌遊戲 台灣代理明卡 他招待我們來到這裡 因為那個老爹跟雪兔他們 還有其他一些四強以上的玩家 他們要來這裡打積分比賽 然後 我們就不小心很榮幸的 可以被攜帶眷屬過來 他有機會第一次來到馬來西亞 那想必剛剛大家也看到了 我們房間裡面整個的景色 是不是很美 我們住在喜來燈裡面 喜來燈我只有住過台灣的 沒有住過國外的 超爽的 外面30樓欸 那風景真的不是蓋的 現在是5點40分 因為剛剛在飛機上有吃飛機餐 可是我現在還是有點餓 因為它的對面就是一間mall 所以我們打算在商場裡面 吃完東西之後 再去選擇我們的化妝品 那待會我就來化妝給大家看吧 我們接下來 來到了對面的shopping mall 我們現在開始找 彩妝的東西到底在哪 看起來很像 有屈臣寺耶 我們先來逛逛屈臣寺 素顏少女 他才200塊的彩幣耶 7點37分 因為昨天晚上買完化妝品之後 我們吃完飯 就是大家就回飯店 然後練排休息了 所以化妝也沒有機會出去幹嘛 所以就不化 我昨天就素顏一整天 那今天早上我想說 如果要出門之前在一起來化妝 那我們就從最一開始保養 到最後彩妝 再跟大家做介紹 你知道嗎 這一整趟最慶幸的就是 我有記得帶底妝 所以我的化妝品 我只買到我們的眼影彩盤 我們是買到這一排的眼影彩盤 然後跟這一排的腮紅 它是漸層的腮紅 然後還有最重要的眉毛 這個眉筆 我不確定它是兩支還是 另外一支只是刷頭 還有昨天稍微試一下 覺得還不錯用的這一個眼線 咖啡色眼線 其實買的不多 我們總共花了116塊點多 一點點的麻痺 那我們就現在開始前置的保養動作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會先用IPSA的角質發光液 來幫整個臉稍微的去一下角質 因為我嘴巴昨天晚上有擦比較厚的護唇膏 所以它的死皮會脫落的比較多 你就可以順便的發去除 這樣你的嘴唇就會變得非常的嫩 然後再來是這一瓶 也是IPSA的化妝水 這個叫做美膚微整肌能液 可以幫你剛洗完臉的肌膚做一點睡得不錯 我上一次去妝櫃買這些保養品的時候 櫃姐跟我說我的脖子跟臉有色差 她叫我脖子要記得一起保養 所以大家也不要忘記了 然後最後就是這一個 IPSA最有名的乳液 這叫M1濕潤平衡液 因為那一次剛好有活動 所以就有這些外出的旅行族 我覺得還蠻花瓶的 再來是IPSA的試用包 這個是防曬試用包 其實我本身平常是沒有在擦防曬 因為我自己覺得說 化妝品上面就有一些些許的防曬功能 所以我就沒有另外再買防曬 那今天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很熱 我覺得有必要擦一下防曬乳 提一點點在手上 把它擦好去 那脖子的話 我們就用 迪斯在Seven買的 Bullet的防曬乳液 我發現這一罐還不錯耶 就是以往它出了另外一瓶 也是這個瓶裝的 橘色的貼紙 它會有點悶悶黏力感 可是這個都會有點稍微涼涼的 再來就是 IPSA的底妝 這個底妝 上面沒有寫名字 所以我忘記了 不過它是泥狀的 然後需要用它附的刷子 去沾取它 然後刷完全臉 我自己覺得它還蠻持妝 蠻好用的 就像這樣子 蓋印在 然後刷在臉上 我覺得它基本遮瑕其實已經算還不錯 好啦 這就是擦完 大概的樣子 啊 我忘記買遮瑕膏了 刷 應該是 IPSA的蜜粉 大家覺得我一套都是用IPSA 就很浮誇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的產品真的滿好用的 它上面是有附一個粉布 可是我習慣用刷的 然後我昨天到這邊去城市購物的時候 發現他們沒有涮眼皮貼 好好我 有備用一些在我原本保養的袋子裡面 因為我有一點點大小也 因為一邊那雙比較大 這邊那雙比較小 所以我都會想要把它兩隻眼睛變成一樣 也好了 差不多就是這樣 只能一邊 心情好才會把內窗黏大一點 接下來進入重點 現在才沒筆 看看它是不是兩隻都有 欸 真的耶 附兩隻耶 那大概不錯耶 就是有兩隻可以用 那我直接開畫囉 它雖然很容易上色 可是好像 滿容易掉的喔 好啦 差不多是這樣 反正我有瀏海 所以也不用畫得太折騎 欸 我覺得它這個咖啡色還滿好看的 然後它附上刷子 刷完你的眉頭會顯得非常的自然 所以還不錯 只是就不知道它持妝度好不好 所以這樣稍微刮到它就掉了 所以我決定稍微刷一下蜜粉 讓它撐久一點 讓它撐久一點 再來是 眼影盤 這眼影盤好像才比300多 快400吧 我覺得它的顏色都非常的符合我喜愛的 不過它這一盒沒有適用的 所以我當時還沒有適用 可是有適用它們另外一排的 我覺得它們整個區層次裡面 我雖然我沒有看過的牌子 試用起來粉質都還不錯 就不會有就是粉質很顆粒化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 希望不會踩到雷啊 超漂亮的 我喜歡它是因為它有 布的顏色也有亮粉的顏色 那我們就先 用這個看不到的顏色 來打一下底 果不其然粉質很好 因為我很喜歡粉紅色 所以我們用這個顏色 來當主色 這個顏色當主色 把它畫在眼頭這邊的位置 我化妝超簡單的 只要眼睛上面有顏色 我覺得是最好適用 再來用這個顏色 來畫眼睛後面這個地方 嗯...畫上去好像差不多耶 顏色看起來沒有差很多 希望畫得不夠重 再用這個顏色 來打亮眼睛的中間 發現它不夠亮 我們再用這個白色 再稍微刷一下 我覺得我這個畫法 是對那雙來說 算是比較好的畫法 因為漸層的 你會被眼睛的皺褶吃掉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我才畫眼頭眼尾跟中間 來區分它的顏色 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畫在下面 然後用頭一個顏色 補滿下面眼睛 補後面一點點而已 然後再利用一樣 同樣這個最亮的 打亮臥蟬 再來就是 是他們的眼線液 這個眼線液 我把它畫在手上褲 欸這戳不掉耶 有點貓 蠻期待它的表現 我都是挑沒有看過的牌子 所以它也不一定是馬來西亞的在地品牌 它短短的一支 然後筆刷 其實它筆刷對我來講覺得有點粗 因為我眼睛皺褶比較小 所以應該畫細一點 然後從中間畫到眼睛後面 然後貼滿你的睫毛根部 一邊眼睛畫完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補上另外一邊 奇怪 畫在手上很好畫 可是筆頭好像有點就是 沒水沒水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難畫耶 算了 就這樣吧 那它眼睛後面稍微有點深色 然後我本來要買睫毛膏 可是睫毛膏 通常都不能試 我就覺得很怕 毀了我的妝 畢竟應該是比賽的這一天 那接下來是 我們最後的腮紅 它這一個是有漸層的顏色 都會刷在比較高的位置 好了 再來是 Ibsat 除膏 又是Ibsat 我喜歡這一個顏色 它是比較濕潤一點的顏色 然後我另外一支是 比較像乾燥玫瑰色 露面的 用了這支試試之後就回不去 好啦 全妝完成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一整天下來的持妝度 我們馬上再來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的整個心得 大家好 我們來到了會場 現在看一下我的妝容 目前是還OK 我剛幫你用了同樣的眉筆 沒錯 這是我第一次用眉筆畫 你覺得怎麼樣 還行啦 可是它這個不是要吹開嗎 然後不太吹 然後一直把它吹到太淡 所以不是一直吹嗎 一直畫 沒錯 現在目前是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 連那個眼影也都沒有糊掉 現在才剛開始而已 我們下午再跟大家飽吧 可能眼線應該可以撐滿久 對 昨天去試用的時候眼線就很好 除了它不太好畫啦 甩出水之後就蠻好畫的 OK 好啦 時間來到了晚上了 我們終於回到飯店了 現在已經是十點多囉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 今天的妝容 持妝度如何吧 首先 我發現一件事 我的眉毛缺角了 這個 它好像蠻容易上色 可是也蠻容易掉的 這點就是 有點可惜了 然後 眼線的話 它也是 眼睛皺摺的地方也是掉了 兩邊都是掉了的狀況 這也是有點可惜 但是它沒有皺摺的地方 其實還是很完整的 還有眼影的部分 是我覺得表現最完美的地方 它雖然還是有掉一滴滴 但是你還是沒有看到就是 它完全糊掉 或是怎麼樣的 反而會比較自然一些 開紅的話就一般般 也是有掉一點啦 因為畢竟一整天了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啦 購買的價錢也沒有那麼的貴 以平價開價的彩妝來說 我覺得算是表現得還不錯了 而且今天跟邦尼在吃飯的時候 一直被店員誇獎說 我們兩個很漂亮 就是心狂開 好啦這題外話 那我們這一次呢 盲選化妝品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最後的持妝度 其實這個價錢跟這個CP值來說 我覺得還算可以啦 這個眼影盤 我真的覺得還蠻超值得 好啦那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 或是老店的粉絲專頁按讚 那要記得拉我的IG追蹤我喔 小豬開箱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